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私奔啊 哎 小凤 小弟哥 你怎么来了 小凤 把竹都放下 怎么了 你过来我有话给你说 怎么了 小弟哥 小凤 刚刚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哭了 我没有 可是我刚刚听你的语气 明明感觉到你 明明感觉到你受了很多的委屈 你听错了 我没有 你别骗我了 小凤 我刚刚在电话那头 我听到是不是有人说 如果你跟他不在一起的话 你们俩谁都不会好过的 其实我审慎给我介绍那个人 他过来了 是他讲的 我也不想再瞒着你了 我现在就要找他说一句 你别去 他就在上面了 你这会上去 你们起冲突怎么办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难道婚姻还要强卖强卖吗 难道跟不喜欢的人一定要在一起吗 小弟哥 是我家里人的许诺他了 他才有这种底气 小凤 你跟我走 我们去哪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 你别管了 你跟我走就行了 小凤 咱们到了 这是哪里啊 小弟哥 这是海底捞 这是干嘛的 这个是吃火锅的 好久没见你了 带你吃点不一样的 火锅就叫火锅 他为什么要叫海底捞啊 这个 他就是火锅的一种名字 进来看看就知道 来 好吧 来 小凤 快 赶紧多吃一点 小弟哥 你怎么又往这边来了 这个很贵吧 不贵 小凤 小弟哥 好久都没有见你了 今天我一听你在 电话里 带了一点哭腔 我当时我就 一股脑子就冲过来了 我这段时间 我有好好努力 我有好好赚钱 为了就是能够 跟你一起更好的生活 小凤 来 你快吃点 你太瘦了 赶紧补补吧 我不想看你那么辛苦 这顿我请你吧 不用了小凤 我这段时间 其实还不错 请你吃点火锅 还是吃得起了 小凤 你不要有太多心理压力了 你就放心的吃就好了 你也多吃点吧 好 再给你涮一个肉 小凤 怎么样 吃饱了吗 吃饱了 我们走吧 先擦擦嘴 好 谢谢 走 小弟哥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没事吧 刚刚我看你打电话的时候 挺为难的 没事小弟哥 就加了一点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的 小凤 有什么事情 你要跟小弟哥说 如果可以帮你的话 我跟你一起扛 如果你一个人自己忍着 自己去处理的话 会很辛苦的 你告诉小弟哥好不好 你遇到了什么事情 其实就是 那个了 他给我婶婶留了20万 现在我婶婶在找我呢 我奶奶叫我先别回家 小凤 把小弟哥带你走 好不好 我们去哪儿啊 你不要回去了 我们去哪里啊 天涯海角总有我们去的地方 只要你不回去 他找不到你 你婶婶就不会拿你有办法的 嗯 我们去哪儿啊